抽油煙機 光是清潔抽油煙機的表面 就已經很花精力了 但其實最重油煙的地方是在機器裡面 油煙長期累積在機器內部 除了會產生臭味之外 油煙卡在風扇裡面 會導致抽風能力越來越差 很多研究也有提到 油煙的成分會導致致癌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請師傅拆開抽油煙機 看看裡面有多髒 還有師傅怎麼清潔內部的重油煙 我們要拆雞油杯 雞油盤 接下來把它的麵蓋卸下來 那等等拆除的這些東西呢 我們要把它放到熱水加藥劑裡面做浸泡 每次挖這個 哇呦哇 就快有三四天不敢再吃冰淇淋 沒事挖這個 哇呦哇 就快有三四天不敢再吃冰淇淋 比較不常使用不常煮飯的家庭 會建議就是大概半年的時間 你想想看如果一個油煙的東西它卡久了 它會硬化 對那容易硬化 它會整個把它卡死 卡死久了也會影響漆面的部分很容易就會脫落 脫落久了就很容易就會生鏽 那一般家庭如果比較常在有在使用的話 會建議一劑就要保養一次 對才不會去影響它的一些效能 那比較常在開火的這些重油油垢 它油在受熱會比較容易軟化 軟化會比較好清理 但這個油在活躍的也會有一個缺點就是 如果它太過於軟化會變有中油水的效應 很容易會從上面就直接滴下來 是甘藍還是油你完全分不出來了 童然包 transformation 太厚了吧 好大的 全部弄一色的 全盛一色的 是波麻 是祖瓸 多了 hou我 愛 我们可以到一些小杯百货啊 或者是一些五金行 去购买抽油烟机专用的吸油棉 把滤网换掉换成吸油棉被下面 油杯的话可以放餐巾纸啊 在里面让它吸油 然后也可以用保鲜膜把它铺在里面 那感觉有油在里面呢 就可以直接把它抽掉丢掉 那个杯子就可以直接冲一冲洗一洗 就干净了 然后也可以去买一些储重油屋的东西 回来把表面做简单的擦拭简单的清洁